我有一个大男人在这里很想哭 我现在没有收入 我饿饭了 我问我妈要钱她不给 她是有养老金的 每个月养老金也不涨 几千块钱 但我饿饭了她不给我 我老婆也跑了 带着小孩跑了 她说我这个人太没用了 赚钱 钱赚不到 还做生意呢 又输得一塌糊涂 现在还剑菜 我老婆跟着我感觉压力大 也不想影响小孩 然后她就把小孩带走了 她跟我离婚了 现在还有房贷 我妈她是有钱的 她有养老金的 我问她过好几回了 她始终不给我 她总是觉得小孩嘛 长大了就要自力更生 自己生活自己过 就这样子 现在搞得我老婆离婚了 我不知道我妈是怎么想的 难道她就不想让我有 过好一点的生活吗 不想让我有老婆有小孩吗 现在就我一个人 守着这个房子 背着这个房贷 饭也吃不起 饿饭了 没离婚的时候 我就问我妈要钱 一直问一直不给 一直问一直不给 我说我老婆都要离婚了 没钱生活了 可我妈就说 没钱生活 那就去干活 去工作 可是像我这样 没能力的人我能干啥呢 去找工作是没人要的 我创业失败了 谁现在都远离我 现在都逃避我 就连父母都觉得我没用 我老婆也离开我 小孩也离开我 我真不知道我该怎么过完这辈子 我妈是有养老金的 其实我一开始 就可以不干活 用我妈养老金的 但是我妈觉得我长大了 不能用着老人的钱 不能啃老 她说等她不在的时候 我怎么办 就这样子想 所以一直让我自力更生 一直让我自力更生 现在就这样子了 欠了几百万的债 背着房贷 现在连自己都养不活 谁都远离我 太现实了 这个社会人人都现实 对了 来吧 好 好 谢谢 谢谢观看